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以忍受的臭味 比垃圾腐烂的味道还要抽出几倍 让我难以想象的是 我眼前看到的是 一望无际的垃圾堆 很多人在里面寻找着什么 到处都是散落的各种垃圾 堆成了小山 腐烂的肉堆满了整个露面 发出症症恶臭 真的无法容忍眼前看到的画面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垃圾堆里有很多食物 在垃圾里面不停翻找的人们 他们拿出翻找出来的食物 吃了起来 它们怎么能吃下这些东西的 是有多么饿才能吃下这些东西的 这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突然来了一辆垃圾车 在我们附近停了下来 这倒下垃圾的一瞬间 所有人应用而上 在里面开始翻找着东西 一个孩子是有多么的饿 不知道拿起了什么 就开始吃了起来 看着它 我们特别的难受 看着吃垃圾的孩子 和翻找垃圾的人们 我们感觉到特别的痛心 当我们还在抱怨父母 翻菜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么多的人 他们一个个为了生存 靠着吃垃圾 坚强地生活着 我们不是更应该 感谢我们现在拥有的生活吗 我是小默 志愿在非洲 关注我 与你分享更多精彩的 非洲志愿故事 感谢我们的观看